银色轿车像拖江野马 先撞路旁两辆深色轿车再往前 一路再撞两辆 连撞四台之后 驾驶没停也没下车 而是加速逃逸 他冲到一处巷弄 四下无人 才下车查看 车子毁损严重 他竟然干脆不要了 汽车逃逸 冲回车祸现场 停在路边的四辆车 被撞得乱七八糟 车主接到通知赶来 全傻眼 后报先赶来 还有那个行李箱 受损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是就突然接到电话 我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手当其冲 被撞的这辆黑色轿车 左后轮变形 排气管消音桶 也整只断裂 女车主苦笑说 还好不是新车 手心是被撞到旧的 对 不然就真的是倒霉死了 当时目击撞车经过的 一名继承车问讲 热心的沿路跟车报案 警方在巷弄内 找到兆逃车辆 但驾驶已经不见人影 现场有有 全车保杆及车牌一面 但是驾驶人没有在车上 警方到场时 发现肇事车 引擎还是热的 而且四个车门都已经上锁 车头车身 有严重的撞击痕迹 连驾驶座的安全气囊也爆开 可见撞击力有多大 现在已经透过车牌 巡线找人 不排除是酒驾或独驾 心虚逃逸 记者连元兵 连家庆轮质疑 台中报道 他们突然有严重的 警方看起来的 很多个车